一曲古典钢琴演奏 让在座的观众们舍不得离开 聆听到中场引来掌声不断 水浪宝是来自牧师的家庭 从小就有师母细心的栽培 尤其是发现孩子有音乐方面的天分 五六岁开始就来 让他去试着去练琴来摸这个琴 那老师部落的老师也觉得说 他学得很好又很快 那学了两年之后 那我就让他到我们部落 部落之后再让到我们都市来找老师来学 知名的学者佟春发就是雪兰宝的唐舅 还背负着更重的任务 他的老师的集训 我们国内尤其是台东的老师们 还有部落的一位弟兄姐妹 以及所有的同学在这里 我觉得他带着大家的祝福 目前在德国福来堡音乐院进修的雪兰宝 今年曾获得德国Juggen Musige音乐大赛钢琴独奏第一奖 以评审特别奖 在这场演奏会上可以看到他在弹琴上的天分 记者卡着Vianflow台东采访发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